第191集 把你的嘴缝上 胡说八道 龙又轩显然是信了 但是嘴上却不饶人 行了行了 不胡傻了啊 这是我的作品 师姐 你帮我送去参加画展比赛吧 莫小鱼把自己的画 拿给了龙又轩 对于莫小鱼的话 龙又轩很是期待 因为自从在没文化的饭馆里 看到了他的字 就在想啊 既然狼尖白如此推崇莫小鱼 而且字也不错 那这个画工究竟怎样呢 莫小鱼坐在龙又轩的对面 看着他将自己的画 徐徐打开 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 龙又轩呢 虽然一直在控制 但是人看到某种东西时的 第一表情 是很难伪装的 师姐 我这画怎么样啊 莫小鱼啊 莫小鱼 你算是让我见识了 你的本事了 说实话 我之前一直以为 你这个人很狂 而且狂的有点离谱 但是我今天才知道 有些人狂呢 是因为他确实有狂的本钱 龙又轩对这幅画 是不吝赞美 更是把莫小鱼夸得心花怒放 那个 师姐 你还是说说不足吧 是不是 咱也不能老搞个人崇拜呀 是吧 夸你几句就喘上了 我告诉你 画展比赛 一看画作 但是更多的还是看背后的事 你知道啥呀 你知道今年都是谁当评委吗 你知道这些评委都是什么流派吗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 龙又轩白了莫小鱼一眼说道 啊 这么麻烦 那怎么办呀 我还得去请他送礼啊 莫小鱼问道 白搭 这事你不够格 还是求求老师吧 他好歹也是书画协会的理事 这事他有发言权 那些评委啊 好歹也得给他几分面子吧 龙又轩给莫小鱼指招的 哦 这样啊 那我得想想 莫小鱼心想啊 让郎坚白出面是可以 但是自己又要欠他一个人情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别不上心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没有名气 你画得再好也是白搭 艺术品这个东西呢 都是炒上去的 你没名 怎么炒啊 有什么可炒的呢 但是如果你得了个大奖 那就有得炒咯 再说了 趁着老师还没退休 赶紧的让他帮你跑一跑 等他退了休了 谁还拿他当回事啊 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协会 到哪儿多着呢 龙又轩说道 诶 师姐 那你既然这么门清 你帮我跑跑呗 莫小鱼笑道 我帮你 凭什么呀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龙又轩 白了莫小鱼一眼 问道 诶 师姐 你想什么好处都可以 一身相许都没有问题 你给我滚一边去 对了 你待会儿回宿舍吗 龙又轩笑骂一句 问道 啊 待会儿回去看看 好久没去宿舍了 也不知道 闻家昌把宿舍拆了没 那好 你帮我把这个东西 给闻家昌退回去 小小年纪不学好 龙又轩起身 打开了柜子 拿出来几个包装 很漂亮的礼盒 这是什么东西啊 莫小鱼明明认字 看得明白 这是韩国进口的 美容护肤品 但是呢 就是装作不知道 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给他拿回去吧 龙又轩淡淡地说道 这小子行啊 师姐 你们不会有什么事吧 温家昌是不是在追你啊 莫小鱼非常恶趣味地说道 你信不信我拿针线 把你的嘴缝上啊 莫小鱼一看龙又轩 真的是有点生气了 于是抬手轻轻地 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笑笑说道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 我说说玩呢 我借他一百个胆子 他都不敢 滚一边去 话留下 龙又轩白了莫小鱼一眼 开始收拾他的办公桌 再也不理会莫小鱼了 莫小鱼自讨没趣 提起那两个盒子 灰溜溜地离开了龙又轩的办公室 但是莫小鱼刚走啊 龙又轩又迫不及待地 拿出了莫小鱼那幅画 看着画的布局 以及那个娇艳欲滴的彩茶小姑娘 哎 这个小女孩是谁呀 看着有点面熟啊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龙又轩难难自语道 不过啊 龙又轩不得不承认 莫小鱼的确是个天才 但是这个天才呢 是郎坚白发现的 而且龙又轩敢肯定 如果郎坚白肯帮助莫小鱼 那这小子很快就会在国内的话坛 展露头角 甚至会成为一颗冉冉生起的新星 那超越常人的才华 放荡不羁的性格 很容易就会让他的身边 围满了女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 最受女人喜欢了 想到这儿 龙又轩发现自己想多了 他有再多的女人 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自己还是不要 闲吃萝卜蛋操心了 而且从小到大 什么样的男人 自己看上过眼啊 莫小鱼提着东西进了宿舍 一推门 发现文家昌这小子 正在电脑上看片呢 听到门响 手忙脚乱的去关 但是一看着莫小鱼 顿时松了口气 我靠 你这家伙 你看片你也不关门 想死啊你啊 莫小鱼小道 靠 我这儿学习 又不是实践 我关门干啥呀 哎 你这东西哪来的 文家昌一眼就看到了 莫小鱼手里提的东西 连忙问道 哪来的 龙又轩退你的 你想干嘛 追他呀 你别跟我没提醒过你啊 追他的人最后的归宿 都是医院 莫小鱼说道 屁 你借我个胆子 我也不敢呢 还不是学生会副主席吗 这还没开始选举 其实不就那么回事吗 我就想啊 我提前铺垫一下 是不是 这家伙现在给我退回来 看来是没戏了 文家昌叹息道 不至于吧 学生会副主席 就值这么点东西啊 哪儿啊 给我 给我 不知道了吧 这里面还有两万块钱呢 文家昌说着 上前接过去盒子 打开一看 两袋钱都还在 我去 你可真舍得下本 你是不是跟你爸学的 莫小鱼开玩笑的 一边去 老鱼啊 你说 我是不是放的太隐秘了 龙老师没发现呢 文家昌猜测灯 我倒是觉得吧 可能正是发现了这两万块钱 他才没敢收的 我说啊 你越界了啊 这里毕竟是学校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 莫小鱼说道 过什么呀 你是神仙哥哥 你整天不在学校里 你都没听说过吧 现在入党都得花五千了 那我这可是学生会副主席啊 文家昌说道 一副看不起 莫小鱼的表情 小鱼的表情 小鱼的表情 小鱼的表情